从周日傍晚5点纽约开始降雪 整场暴风雪预计会长达48小时 带来多达两英尺的降雪 暴雪伴随着每小时40到50英里的狂风 周福出动了2200多辆铲雪车和洒岩车 冬季风暴警告将持续到周二清晨6点才会撤销 新泽西和纽约市宣布 周一早上6点到周二早上6点进入紧急状态 纽约市街道与高速公路禁止非必要旅行 只允许14个种类的必要行业员工出行 纽约市所有中共病毒疫苗中心将在周一和周二关门 预计周三才能恢复 所有预约取消并重新安排 公立学校也会在周一和周二关闭 实体课全部取消改为网络上课 交通方面 纽约市地铁户外线从周一下午2点全部停运 北方铁路减少路线班次 长岛铁路按周末班次运行 换边停车则暂停到周六 拉瓜迪亚机场周一早宣布 取消所有航班 肯尼迪机场也在上午11点之前 取消了83%的航班 上一次纽约最大的暴风雪 是在2016年的1月份 当时的降雪量最高达到27.5英寸 新唐人记者韩瑞纽约报道 也行